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毛巴 今天想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過到英國 需不需要由頭考過所有車牌 還有, 在香港有什麼需要預先做好 準備好, 之後才過英國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記得訂閱毛巴的頻道 首先, 如果沒有車牌的話 我覺得如果夠時間, 就一定在香港考了 一來便便宜些, 二來便宜些 二來便宜我們香港的母魚, 合格率都會大增 不過要記得一定要考一二牌, 並且要考棍波 因為英國有很多車是棍波的 到時候你只懂得開自動波便麻煩 還有, 如果現在沒有的話 記得不要考其他大車的車牌 因為你過到去都是要重新考過的 如果你有香港的車牌, 即是一二牌 過到去是可以再拿過的 不過就需要有特定的程序 現在我就會再分享一下 首先就要去香港的運輸署了 就是申請一個國際牌, 就80元一年而已 之後就再在運輸署裡 拿多一份駕駛執照連資的證明 我在樓下的內容欄就會放下這個連結 拿好這兩件文件之後 就可以啟程第三步, 就是入境英國 入境英國之後185天 差不多半年時間才可以換牌 而換牌的方法就是去DVAL Driver &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 要跟他們拿一份D1文件 在網上按幾個仔 他們就會寄過來 當然, 連結都會再放在下面 填好D1文件之後 就要貼上你的近照 連連你的香港駕駛執照 BRP卡和一張支票寫著43英鎊 一起寄回去 大概一至兩個星期左右 他就會寄回駕駛執照給你 由於國際牌可以用一年 所以大家就有半年時間可以做這個操作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香港駕駛執照是不會退回給我們的 所以如果你萬一需要回香港 並且要開車的話 就需要去運輸署補令 英國駕駛執照就好像身份證 平時帶他出街已經是身份證明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再帶護照、行街址、BRP卡出街 方便很多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對香港和英國車牌換令的分享 毛巴未來會繼續做有關移民的相關資訊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再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